现在传出来的讲到说是所谓的 汇了600万用人头的这个方式 而且在这当中拿的是所谓的美金的旅行支票 那么到底怎么样的说法呢 现在传出来说 这个600万的台币怎么样算出来 就是18万美金 18万美金据说就是马志玲12万 那么另外两兄弟是66万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大家就有相当多的疑点了 如果要结婚送礼金 为什么不署名 而且要透过人头账户分次来汇款 而为什么又要用所谓的美金支票呢 元大复华合并酒会上 总裁马志玲和元大镇董事长 杜立庄夫妇开心敬酒 当时就传出元大合并复华金的过程 内幕重重 元大对外强调 18万美金是给陈志忠夫妇的结婚礼金 但当时碰上二次金改 汇款时间点很可疑 既然是礼金 为什么要汇到蔡敏哲人头户 而不直接汇进贬家户头 难道是闭人耳目 18万美金又为什么要分成四次小额汇款 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调查单位盯上 购买旅行支票的好处是不需要记名 但是既然是礼金为何怕别人知道 分明是多此一举 根据元大内部知情人士透露 贬家的这18万美金旅行支票 其中12万是总裁马志玲贡献的 其中的6万6是来自于马维城 马维健两兄弟 换算成台币高达600万的礼金 从各个层面来分析都不合常理 检方将要约谈马志玲道案说明 中天新闻李明灯许少平台北报导